只不過香港之前幾次的正確報案 都是一個難過案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定義是上區送這個普選的 所以我們這次大專領的意見出來 就是我們要完全在公民族面 一頓完全六十隻的公民族議員 這個議席都是由我們一民一民一任的意見出來的 我們不再要公民族面 我們只要代表大商家達律師 是一個唯一份的一個組別 我們要純粹由民去出名代表來 真是代表我們是叫做發聲 真是代表到我們是人民的一些行動方案 由2008年這個爭取直選開始 到現在已經是二十幾年了 其實香港一直都是用一個相對比較和平 譬如是有限的指揮這樣的方式是去爭取民主的 你怎樣看呢 今次五區公投是否一個突破破格 為何會有這個破格 和大轉2012在這件事是有什麼角色 因為我覺得民主的步伐 其實根據我們現在來政府的意思 以及如果政府現在沒有什麼誠意去推動普選 而我們透過好像示威流行都未來的 令到政府總長回我們的民意 那公投其實就是代表我們 在議會上已經直接來給大家的民意 我們已經對政府的白門 所以我們這些公投其實是 希望大家是 令到大家市民可以勢力的參與 即可能也是 可能不會教大家大家都認同 但我們希望公投 現在必須要在這裡做投票 現在可以令到政府看到我們的民意所在 而迫他們更加推動普選更快 所以我們 在4月16號的立方普選 那裡 在九龍中這個選區 就只有兩個候選人 那當然是公民黨和大選議 那你怎樣去用什麼殘量 去鼓動市民去投這一票 還有怎樣告訴他們這一票是很重要的 那更加要知道 最正因為是我們的候選人 我們沒有其他候選人 即沒有其他區 有其他可能 即我不知道之前沒有其他候選人等等 那令到他們更加可以實實在在 我們的宣傳上面 我們更加要 我們今次是投這個議題不是投人 我們要鼓動更多的人 即不需要有更加 什麼價別的分別 我們只不需要在公司上籌一票 我們就會令到我們的普選 知道會更加快 一步來的補答 還有一個問題 你認為怎樣可以達到 香港2012日可以有三部份 我覺得其實要 最主要是人民的參與 因為正確現在看得出 我們可能 即是再加上我們政黨的 一些可能 即可能有一些政黨 有些爭執 令到可能 市民都覺得 政黨已經補答 他們要出來 所以更加鼓動更加多些人參與 我們不可以讓人覺得 普選就是政黨上面 他們要換取 任何政治籌碼的一些 總製 我們要知道普選的原因 是我們要全民參與 全民都有關係 因為可以令他們三部 更加可以 一起走 即是可以不再受到 可能改變和打傷家等等的壓迫 所以我們要撲到更多市民參與 令到他們 令到他們 令到他們知道 我們不需要 香港市民的全體參與 多謝大家 不需要出來投票 告訴政府 我們要踢走公民組別 有人說 這個是普選 這個是教授 要背角 要攬處理 大家朋友 真正要踢走 真正要背角的是小圈子選舉 真正要踢走的是 立法會的公民組別選舉 我們要靠人民力量 今天大家用你的腳 用你的香港 用你的汗水站出來 就更加呼籲大家 延續你今天的深色 延續你今天的意見 五至十日後 出來投票 支持變相公投 無論 美國在這個本選 還是在這個公投 最重要 要出來投票 是肯定 我們香港 要一個真正的選舉 我們這次選舉 是歷史性 第一次 黨公民組別的選舉 我們呼籲大家站出來 五月十日後出來投票 華盟黨的政府之分 我們要的 就是這個 在意的政制 我們不要的 就是公民組別 我們要踢走的 就是小黑子選舉 我們五月十日後會出來 要選大家投票 希望大家 今天游完塵之後 就要延續你的生活 延續大家 爭取民主的決心 五月十日後 我們一齊出來投票 支持民主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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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走公民組別 爭取民主公投 爭取民主公投